继续来关心车荷的消息 阿里山湘第十八山 日前24号的Aboe发行车荷 经压告中发现一台 主修客车弄到最年的火轮 车来南新加速已经没速过又有心跳 上衣是不得 这次原因也要当台理清当中 到达现场民众已经拖混到车外 检视现场一名民众 康久时是控罢的状态 我们的救护人员立即给予相关的救护水质 后送十桌油站 在经由十桌油站的医务人员 做出步处理之后 转送到圣马医院 嘉义县消防局呼吁我们行车用路人 在行车注意安全 那快快乐乐出门 并没有安回家 嘉义县消防局关心大家 嘉义官消防局分析欧 分队小队长有正义受控制出 分队人车前翁现场 发现是一台主修客车车好 南新上车已经没速过又有心跳 让他上官激求处理之后 虽然送他一次性马便宜激求 世心事務长一声阿里山兄彩虹报道 哇速度真的很快 而且学产品阿全程使用冷电物流保存 电到电取货非常的方便 连住在大都市都可以立即享用嘉义的优质生产品喔 这次客人给我们买了白虾 丝木鱼 鱼肚鱼皮还有五鱼籽 一个箱子满足了客人所有需求呢 嘉义优先 与全家好生动 强强联手 水点 水到 我一直在寻着改变养额的模式 环境空气的挑战 我也不想污染到这片土地 养额就像我们在养自己的小孩一样 以前有一首歌叫做 《鹅耳系律波》 就在让它自然的环境中 让它悠悠地成长 凤梨热温茶药 它产生的果实品质会比较好 如果我们不大需要用药物 它就能长得很好 我希望把凤梨打造成嘉义这块土地的文化性格 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命 我都把它当成我自己的小孩子搬着在照顾 有没有用药就会涉及到 它是不是残留 那零用药就是我都完全没有 那是不一样的精神